Hello,大家好,欢迎光临芭比厨房 好久没有跟大家在芭比厨房见面了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道口水鸡 这道口水鸡呢,其实食材非常简单 需要鸡腿、葱段、姜片、八角 首先呢,先把鸡腿放在锅里 然后把八角、姜片和葱段一起放进去 加水煮 煮的时候最好是可以把盖子盖上 煮开了之后呢,记得关小火 然后调一下时间 我这里调的timer时间是25分钟 但是也要看你的鸡腿数量去决定这个时间哦 25分钟过后呢,我看了一下这个鸡腿 我担心它会不熟 所以我后来又调多了15分钟 让它再焖15分钟 15分钟过后,打开锅盖 我已经闻到很香的鸡腿味了 那这个时候呢,已经确保鸡腿是完全熟了 那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鸡腿捞出来之后呢,需要把它放凉 放凉之后呢,可以用保鲜膜把它包一下 然后放入冰箱内冰镇 冰镇过的肉呢,口感会非常好吃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偷懒这个步骤哦 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一些其他的材料 首先就是香菜 香菜把它洗干净,然后把它切成香菜碎 接下来呢,就是要准备口水机的酱料部分 首先在一个空碗里倒入一些花椒粉 这些花椒粉呢,其实是我自己打碎的 因为我很讨厌咬到花椒的那个感觉 那另外呢,再准备一些辣椒碎 这些辣椒碎呢,在中国超市都有的卖 至于花椒和辣椒碎的用量呢,就是自己来定 如果你希望辣一点的话,就可以放多一点 好,接下来呢,就开始热油 那油的部分呢,可以倒多一些 因为口水机呢,是需要蛮多的油的 确定油烧热了之后呢 就可以把刚才准备好的花椒碎和辣椒碎倒入锅中 把它们放入锅中之后呢,没多久 其实味道就出来了 你就能闻到一股辣辣,比较刺鼻的味道 但是又很香,感觉唾液一直在分泌 做的过程中呢,其实没有太多的讲究 但是唯一一点要注意的就是 千万别把花椒给烧糊了 好,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关火 起锅咯,把这些材料呢,放回刚才的空碗里 趁着碗里的油,还有这股热乎劲 把接下来的几种食材放进去 首先呢,就是咸盐 那放适量的咸盐在这个碗里 因为一会儿还要放生抽 所以咸盐的部分呢,不需要放太多 接下来呢,就是放糖 其实糖在烹饪里面呢,是起一个调味的作用 所以大家呢,并不需要抗拒放糖哦 用一个勺子把这些食材呢,全部都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呢,就可以放入生抽 然后再放入适量的香醋 这里我用的是镇姜香醋 你用橙醋也是ok的 接下来呢,就要放香油 所有的调料放好了之后呢,就可以尝味道了 如果你觉得不够咸或者不够酸的话 都可以再加一些生抽或者是醋 好,这样子呢,这个酱料就完成咯 接下来呢,把冰箱里冰镇好的鸡呢,拿出来 把它们切成你想要的形状 这一次呢,老公是把它切成了块状 块状呢,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些酱料呢,会更敬畏一些 鸡切好了之后呢,就可以把香菜撒在上面 然后把刚才做好的酱汁呢,淋在鸡上 说实话,边淋呢,边闻到那一阵阵的香味 酸味,还有那股辛辣味 我的唾液呢,真的是没有间断过 一直在分泌 我觉得这道菜,不论是春夏秋冬 其实都还蛮适合做的 夏天呢,可以做得冰镇一点 爽口一点 弄完酱之后,还可以撒一些炒过的芝麻 这样子会更香,更加分哦 或者你可以炒一些花生碎 这个部分呢,就是按照个人喜好啦 一道简单,美味,可口 让人看了都流口水的口水机,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喜欢巴比厨房的话,赶紧给这支视频点一个赞吧 这样会让我更有动力分享美食给你们哦 接下来看看老公的评价吧 因为这支已经这样子卖了 这个支要占足了 嗯 嗯,它刚好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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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